足球架整个被吹翻 从原本的超场中央 变成围墙附近 放眼望去 树木倒的岛超凄惨 花了一千五百万 刚启用的新球场 屋顶惨被先去一半 整个校园满目疮痍 如同飞弹炸过 自身校友 什么样的台风都见过 但像这种瞬间 刮起毁灭性强风的 还是少见 校园成了重灾区 明天能否开门上课 变难题 这头换一般民宅店家 同样不好过 强风吹 一下把老房 全给八匹断金 铁卷门整个被吹走 屋顶周宇鹏整个被吹落 就连钢架也被吹断 至于这间海产店 老板还差一点小命不保 满屋身材工具 如今化作废区一片 老板紧抱着受惊吓的 儿子安抚 家毁人都还在就好 扇板船整个被掀翻 只剩船手 海面上载幅载沉 鱼民心酸 只能往肚里吞 这个样子 怎么出海捕鱼 台风直到家门前 但刮起强风 却比进家门还严重 当地成了重灾区 市府决定放民众一天台风架 就判足够清理家园 记者王家庆 黄世云 严禁宇 SNG小组 台东报道